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美中三方這個關係 面對到中國的打壓 美國聽臺灣的動作是沒當過 上昇的消息 就是美國聯邦參議員 在當地時間二十九個 一直通過這個台北法人 這個專名是為臺灣 優方國際保護和共華創意法案 是因應中國打壓臺灣 國際空間和外交信任 要求美國行政部門採取到 積極的行動來支持臺灣 共華和印太地區 以及全球各國的正式外國關係 和全正式的東方關係 說到台北中的關係 上禮拜美國副總統Mike Pence 對中國正式的演講 也是一個重點 Pence針對香港問題 一台一路 美中目前 香港算是在算中國的股小 也強到美國也是世界的百款 來表現中國在外交的困境 除了中國外部壓力 習近平在內部也不能喝到這個惡禮 中共四中全國拖兩黨 在這個時候來開會 團達到什麼意義的 驗於臺灣新鞅街 國際新交店 邀請鄉親好朋友 做回來關心 這部電影邀請 四位來賓 做回來對位 第二位是我們黑條政策國文公司 國際總感動老鼠傑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們主持人美體議員 吳敏傑 大家好 第三位我們邀請到 南港大學 產業經濟學家教授明鋒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第四位我們邀請到 臺灣書館大學國際 和社會科學學院副教授 楊聰盈 大家好 倫敦說起來 有這個台北看到台北 其實我們臺灣人高興 不過這都是因為中共的打壓 霸凌我們臺灣國際社會 美國才會這樣 那麼要收聽 所以我們先來請教 這個主持人 這樣來看說 蔡英英這回的動作 但是最重要的是 鄉英英也是要通過 有一個一條這個版本 這個法案才能 讓這個川普來簽 所以要怎麼看這個意義呢 我們不正常說 這個法案還不會通過 因為他必須要在 蔡英跟鄉英都通過 通過之後 跟鄉英的版本還要合照 要一致 要 還在我們參眾兩院 在參眾兩院各自通過一拜 最後才讓我們美國總統 川普來簽署 所以我們這個法案 我們嚴格來說 離通過還有一段時間 不過目前看起來是非常樂觀 非常可以感受到 現在美國的國會裡面 在我們不管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 對臺灣都非常優勝 我覺得這個法案 有一個重要性 是說 他是頭一次把我們臺灣的邦交國 把我們臺灣外交的關係的狀況 放在美國國內法裡面 來看這個事情 如果說進行通過的話 他會整個改善未來 美國對中國這個政策的架構 他不正來說 美國對中國對中政策的架構 大概就是三個公報 加上一個臺灣關係法 如果這個臺北法案有通過的話 他以後美國的公法 他會說出了三個公報跟臺灣關係法 以外還有一個臺北法案 所以說他會整個去改寫這個東西 而且我們臺灣有很多人都很歡樂 說我們今年又開一個有 有索羅門跟那個基督巴司馬 是不是 是 所以說這個有很多臺灣人都很歡樂 所以說臺灣會變成所謂的 靈邦交國 但是如果這個臺北法案 正經有通過就變成說 美國絕對不可能做事 臺灣去發生這個靈邦交國的狀況 所以我做一個前外交官 我看到美國國會對臺灣這麼友善的態度 我是覺得這是一個非常價民的發展 有得啦 尤其我們知道今年是美國跟中華民國 這個等到四十幾年這個時間 但是我們也知道這個靈邦是跟這個中國來 靈邦也是四十幾年 我們之前也有說過 是 沒聽到他們這個靈邦在那邊打破 在慶祝什麼 電到時跟臺灣這個關係是越來越外 我們先來看說這個臺北法案 是怎麼來通過 今天是二十九號 在美國的這個當地時間 他們一直同意的這個合法 來通過到臺北法案 不過我們剛才也有說過 也是要送到這個獎營 獎營是在當地三十塊錢來標掛 標掛 獎營參與兩年的合照出最尾的這個版本 經過兩年來討論獎營 這可以來到北京 總統特朗普可以參與獎營 變成他們裡面的這個國內 換來的內容 我們頭段也有說過 這個就是這個前提 就是說美國當我們臺灣的這個崩高國 是不是真的變成兩崩高國 所以美國也看到這種狀況 所以在臺灣跟美國之間的 政治經濟跟安全關係 都是我們美國總統 說過期我們可能要提供到這個 鄉台性的這個 提供這個豐益的物資 可能是軍事這個豐民 來應對中國這個威脅 另外呢 對到臺灣造成上海這個國家 他沒有說給人民 但是目前來看 就是中國這個威脅 美國行政部門要減少 就對這裡 電區接觸來講過 我們的這個臺灣的這個崩高國 的這個保軍 我們也說過 臺灣理性法 就是要讓這個比較關鍵的這個官員 可以來臺灣來鋒門 我們又看到說美國會用 適當的這個方式 在這個沒有這個火圓國的這個主機 但是我們可以來參與到國際的組織 也在這個經濟的這個方便可以 來保護美國的勞工 也有辦法來簽訂這個FTA 我們繼續要來請教民家 就是我們剛才也說到 美國總統要常態性的 提供臺灣所需要的這個豐益 這個物資 我們來看軍事這個方便 我們也知道這個台北法案 會很快要討論 有要這樣通過 其實是在九月的時候就開始修煉 這個中共的這個借選計畫 當我們的這個崩高國 跟這裡的這個戰力的這個威力 也是非常重要的這個部分 尤其是我們過去的這個崩高國 這個威力 怎麼看台北法案通過 跟這個當我們的崩高國 這個軍事官的這個部分 這個台北法案 除了外交以外 還有這個台灣的國際參與 這都有支持 主要是說 本來是外交為主 不過我們看到裡面 也是有要求說要這個強化 台北基幹 這些所謂軍事跟安全的關係 其實這幾年 這個川普上台後 對台灣的國防 已經算有幾個法案 都算有 都有支持 包含這個國防 當受權法 每一年都有一個重新檢討 我們看到正常 這個AIT的主席莫劍來台灣 他也帶一些這個 美軍的官員來台灣 替我們的國軍一些部隊 來做一個戰力的評估 所以典禮公這個法案裡面 會再一次強調 說到美國總統 應該要精神 不是說亂來而已 要提這個 會提供台灣 我們有需要 緊急我們的需要 的這個 防疫的這個武器 所以這個部分 我覺得說是比較正常 一些這個政策是受傷 是 主要是說這個武器 有強調說 主要是說不對稱 不對稱作戰的這個部分 我們也知道說今年七個八個 美國已經 電話說不會我們這個F16V 這個戰機 這是二十七年以來 第一次 還有M1A2的這個戰車 這兩項是 它算是對稱的作戰在用的 所以另外一種是電話說不對稱的部分 主要是在說到一部分 就是主要是譬如說飛檔 這個無人機 這個武器 它的好處是說 比較適合 比較不會貼貴 因為你看 戰機跟戰車 相對來說 它是成分比較高 所以就是說 未來要加強 這部分的這個 台灣的武器 飛檔的部分 其實我們大家中科院 做很多飛檔 原來都很強 只是說美國如果能夠提供 性能更好的一些飛檔 當然對我們來說 也是一個正面的進步 另外無人機的部分 我們中科院也是有在做 這部分是說 我們的能量比較不強 美國如果一些無人機的技術 可以提供給我們台灣 我們共同來合作 來研發 這個未來對中庁 它的武力 我們對台灣的搭額 我們可以以小對大 那不用做所謂的軍備競賽 我們也有一定的領域 可以保護大家 真的啦 這個軍事的無法加強 我們自己的領域 這個領域 跟美國合作 這個台北 Act 可以後面的劉力稍稍 可以執行的部分 記者要請教 經濟的部分 怎麼看 可能會洽簽 這個FTA這個部分 尤其這尊 告訴你 FTA一旦通過 我們台灣跟美國 這個無益這個部分 可以變得更好 教學你怎麼看 我覺得如果要說到 簽FTA這個部分 我們可能要先有一些準備 當然這個法案 裡面有說要加強 台灣參美國兩邊 這個無益經濟的關係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說 在我們台灣自己經濟的部分 我們要先有辦法把它加強起來 那譬如說最近我們台灣 有一些美國的手上 開始來台灣在設想 特別是說像這個電子的領頭 比如說這個Microsoft 阿瑪隆 古葛 這些公司都來我們台灣設 這個研究發展的這個重心 另外做這個D-Rain的這個美光 他也走來台灣設想 讓信證和證明的這個投資 所以他如果在我們台灣這裡 可以把這個原法人員 慢慢把它分連起來 對我們台灣 台灣未來經濟 特別是新的經濟的發展 是一個很加強 有好處的地方 最重要的是說 剛才我們在說這個 台北法案的時候 我們有共同一個重點就是說 美國它的重心 這個勞工的關係 還有勞工的身份 大家都知道就是說 美國勞工的身份 一定比我們台灣比較高 所以我們台灣的手上 未來面對到這個 美國參台灣簽FTA的時候 對勞工的環境要特別重視 就是說勞工的身份 可能會提高 因為你不能... 為什麼現在會發現 就是說中國參美國 為什麼會起衝突 最大的原因就是說 為什麼在中國 可以用這個勞工的環境 在生產 那個我美國 就要用這麼好的勞工環境 勞工的身份就不一樣 為什麼你可以沒有 當時這個環境的污染 比如說今天大家看到 我們台北的空氣非常的不好 是 就在中國那邊吹過來的一些環境 對我們空氣的這個影響 所以你如果對環境有中心的身份 環境的身份就會提高 這個狀況不是在中國的發生 在台灣社工的發生嘛 這裡的手上社工 你要中時環境 中時我們勞工的這個健康 中時我們勞工工做這個環境 所以我們雖然看到說 剛才前來賓已經說過了說 這對我們台灣是一個很好的法案 但是我們台灣自己也要先做好 才會準備 萬一如果美國開始要跟你說的時候 我們的衣服比較好就接起來 不然到時候 如果他說好 我要帶你去做了 到時候我們的衣服如果接不起來 這個法案對我們說就變成 不太好的這個合處 所以這是我們要特別注意的 所以台北法案裡面 我們這裡也要緊要注意 尤其對這個貨幣的部份 到底對我們的劉鋼 我們的身份的部份 然後企業要去安裝 直接安裝去營營 這是一個很大的課題 我們要繼續請教就是說 因為我們現在知道這個美中 沒有以前增到這段 有可能可以達成協議 或是沒有 有可能也是有這個討論 這個空間 但是現在現在看起來 可能有這個電池空間在 但是在這個台北法案通過之後 我們要去看 要怎麼去看 因為過去在一個月 中國真的不晚 他就說那時候要通過的時候 這個競爭 又開始說話 他說美國嚴重違法 這個中國這個原則 跟剛才我們說過三個公報 還有這個很粗殘的 感謝中國的內政 所以這個中國也是氣噗噗 我們要去看中國的貨幣 或是說美國跟我們的關係 一直這麼好 中國會繼續 跟我們做很多這個手段 來探阻台灣的國際空間 是 我分享 剛才這個台北法案 他的事件上 剛才說到說 裡面有特別說到說 對這個 歐拜南的跟我們台灣 重播到我們的國家 他就要 美國就要採取行動 但是這個背景就是說 今年那個Solomon Island 他們這兩個國家 算是跟台灣斷高 特別要注意的地方就是說 Solomon Island 他跟台灣斷高的過程裡面 他有很久的算是 算是有讓大家知道說 他有這個考慮跟準備 所以美國在這個時間裡面 要發揮他的影響力 是 要希望他改變 但是未來想不到說 完全沒辦法改變這個決定 這樣的結果 一方面我們在看就是說 其實美國在這裡實在的影響力 或是說他出的力 不夠 另外一方面就是說 因為這樣的關係 我們台灣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得到一個更好的機會 雖然適應兩個邦告國 但是實際上就讓美國覺得說 這件事他要加強了 所以這個時候 這個台北法案在這個時候出現 這個內容就是說 在外交的關係來說是這樣 但是他的所應的這個觀念 基本上沒想要做很大的改變 就是說他也不說 他也用他的名字 不然說就台灣 只用台北 台北 他也沒有... 之前說到說要檢討 一中的政策 也沒有檢討 也說算說不改變 他對台灣的看法 而且過去有一段時間 有考慮就是說 如果說美國有可能跟台灣建交 這樣是不是有一個新的獨立 結果也不走這條路 他現在只有考慮說 現在如果有一些外交 可以用非國家的非願 可以參加國際的組織 來幫助台灣來參加 就是說他還在過去一個 算是過去的這個方向 自來去發非的 我相信這是外交上的第一點 是 你說到那個軍事 還是說這個...剛才說到的經濟 我認為說 剛才說到的這個經濟方面 我們台灣如果說 真的可以來簽這個FTA 走這個方向 我認為這個部分是我們特別可以注意的 為什麼呢 就是說到目前為止 跟我們台灣簽FTA的國家 有兩個是在東南米州比較少的國家 另外一個是新加坡 一個是紐西蘭 這兩個國家 雖然算說 我們台灣在FTA這個部分 就是在經濟的這個部分來說 過期還沒有 真有分量的國家跟台灣簽FTA 剛才說到那個路工跟環保這方面 這就是說我們台灣要參加 這個經濟的組織的時候 國際的經濟組織 我們早晚是要面對這個方向 因為這是新的這個國際的組織 最重要的 過期我們台灣因為 沒有這個機會真正去認真考慮 現在如果有這個機會來準備 這是好的 但是我要說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 如果說 剛才剛才說到 這個背景本身就是在中美 目疫情的這個背景下 我們可以說說真爛定 剛好美國的這個行政部門 跟立法的部門 同時有同樣的政策跟同樣的意見 這是一個好的時機 到底我們台灣應該怎麼 歡迎他這裡的內容 我覺得說我們在過去 我們台灣做外交的人 都習慣很低調去進行這樣的事情 但是是不是在現在優利的情形下 其實有的條件 我們其實是可以主動 提出一些要求 或是說來參加說怎麼做 其實對我們這邊來說 是比較適合 比較有幫助 或是比較長 我覺得這個時候 我們是可以認真來思考這個問題 老師 你說的這個要求 具體來說會是什麼 我剛才說到說 是不是要突破原來的這個方向 像說如果直接可以說 我們台灣希望跟美國簽FTA 我相信這就是很清楚的一步 是 是不是我們算說 我相信在目前的情形下 我們台灣可能不會拿出要求 證明或是健康 這樣訴求 但是對我們來說 真的我們在割蓄這個 台灣跟美國關係的人 要認真訴訣說 什麼時候是好的事件 但是最少在這個內容裡面 我相信怎麼去做那個 怎麼去FTA 還是說 怎麼讓我們高層的官員 可以去美國方面 把這個官員 正式 算是讓大家知道 不一樣 可以對抗 我們頭前說的 中間一定會把我們 把我們壓力 在這個時候 你到底是要繼續用 架條方式來進行 還是說 我們可以進一步 好 我把這個官員 要把它看下來 是 這是我們可以考慮 什麼保守 我們可以這個時候 來進行的時候 是 所以Jerry 以前做的這個架條方式 老師 這個建議 我們有什麼 特殊的地方 我其實我非常同意 我們老師說的這個 這個論點 但是我也覺得說 其實做架條方式 非常敏感 Keep low profile 對 有時候你做 但是你沒辦法 馬上去公布這個事情 是 我覺得說 我們適當的去加強 我們對外的宣傳 這個是必要的 我們段老師有說 其實這個台北法案 這個東西 其實跟過去美國經過 對中國的這個 比較大的這個架構 其實並沒有太多改變 它還是維持在一個中國的 一個政策 是 但是我們要看它 它實質的這個內容 有什麼改變 譬如說 它有說到這個台灣 立行法 這個部分 其實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台灣立行法是 美國跟台灣相平的架圓 互防的正當性 是 就是說 以後美國的官員到台灣來 台灣的官員到美國 沒有設限 層級再高都沒關係 所以立行上 他也包括美國跟台灣的總統 都應該可以去對方這個國家 而且沒有限制去什麼事 你可以去修讀 都可以 所以就這個法 來講以後 我們台灣不正式割總統 他如果是要去美國 要去華府 很大這個空間 他不正式有這個空間 他有這個正當性堂 但是台灣立行法 通過之後 我們看過去 我們割總統去美國 這個層級和規格 是 他並沒有非常大的突破 不改變 他不改變 怎麼可以解釋 說他沒有太多 太刺激 在中國的這個官員 但是我們說正經的 他是在台灣旅行法 台灣立行法 集合 他是可以去華府 是 在今天通過這個 台北法案裡面 他有還有一次去強調說 他去台灣立行法 集合美國的高階的官員 來台灣 所以也可以去看到說 其實台灣立行法通過之後 不正美國的官員 到台灣來的層級 還沒有提高 是 但是不一定說 如果是這個 台北法案通過之後 不一定以後 我們可以看到 越來越高 美國的官員到台灣來 也是用這個機會 跟各位觀眾來講 台北法案 台北 Act 這台北是一個縮寫 TAI PEI 他其實因為美國 他通過這個 各個法案的時候 他都很愛用這個縮寫 到一個縮寫 到一個縮寫 其實我覺得 這個 台北法案 台北不是台灣 應該沒有什麼 太大的關係 就是用一個巧合的 這個 倒去這樣 是 但是我非常當然 我們剛才有老師去說 就是說 他說要鼓勵 美國跟台灣 簽FTA的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要有一個準備 反正後一步 美國要開始跟我們台灣 說這個 滴肉的事情 是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準備 我們要怎麼去做一個 反制的措施 那我先去因應的方案 你不要說 我們對方要跟我們台灣簽FTA 要說 滴肉的事情 我們都沒有什麼準備 所以這是我們台灣這邊 要去想的事情 其實在過去 美國的國會 在去年到今年 有幾年會跟我們台灣 有關的法案 像 去年有一個 亞洲在保證的倡議法 這是一個 參眾兩位都有通過 在這裡 川普也有簽署的東西 這亞洲在保證倡議法 裡面也有說到 跟台灣有關的部分 他就是在說 臺美的軍售等等 今年還有一個台灣保證法 但是這個台灣保證法 不僅是在中英有通過 參議還沒有通過 所以它的總控跟這個 台北 Act 有完全不同 所以不管是這個台灣保證法 還是台北法案 這兩個法案 只要有一個先通過 我覺得這是都是美國 對台灣 對中國這個政策 非常大的進步 對 尤其他剛才說到這個 美國地的這個問題 萊克多巴 我們這個三百政的 這個美豬的議題 可能還會 在這個國內政策 還差一次了 教授你怎麼看 你如果說到 說美國地肉要進來的問題 這就要看 台灣民意 看大家的感覺怎麼樣 你不可能說 我非常反映美國參 台灣簽 所有FTA 你跟美國開除的條件 你一行都不可以答應 當然大家都知道說 農業現在不就是美國中心 還是川普政府最中心的一部分 是 所以美國地肉要進來 你都要看 要怎麼方式讓他進來 我們要有一些 先設定一些議題 譬如說 他要進來的時候 他減減出來的標準 多少 台灣人可以接受 你如果說要完全 都不可以接受 就是說只要減減出來 因為 其實一般來說 機器在減減 一定有一些出力嘛 不能說完全說 可以跟你保證說 完全沒有 你用什麼任何機器 都是一樣 我們站去放體檔的時候 體檔也是稍微 多少會有一些出力嘛 所以你如果說 在多少的標準裡面 我們台灣人可以接受 這我們要去參加美國人說 美國人就會聽說這樣有利不 當然這個不是說 會不會讓你發發氣的 會不會說 我要完全沒有 還是我要多少 這你要稍微去算一下 因為說到底多少 對台灣人的影響會比較大 所以你如果說這個問題的時候 有時候你就要去看 我們目前世界各國一些 比較先進的國家 大家對著這個地霸的減減 大家是看怎麼樣的方式 去設定這樣比較好 所以我會覺得 如果地霸的問題 如果要說的話 我們台灣可能內部 一定會有一些討論 是 當然你如果說為了反對 你反對 這我們就沒有什麼討論 但是你如果真的要討論 比如說地霸 你會說 比如說台灣兩千三百萬人 超過百分之七十 百分之八十的人 都完全不需要台灣 參美國去簽聯合的FTA 如果這樣說就不要說了 是 如果這樣不想說 醫藥就是 大家就不要說什麼要簽FTA 因為 你不能讓人 美國是現在 世界最大的經濟體 是 所有最好的技術 最好的人材 整個都在美國 所以你要簽FTA 你一定是 可以簽最好的國家簽 一定是簽最好的國家簽 當然你要簽 簽的時候 你要有一些牛包 你如果什麼都不要牛 你感覺這樣 如果什麼都不要牛 我都不要簽 對我們台灣都沒有影響 這樣也是一個答案 但是你如果覺得說 簽下去之後 對我們台灣一些國內的商業 會有很大的幫助 譬如說一些理順比較好的 可以買去收到比較高的國家 這對我們台灣就是好的嘛 這也是我們長期以來 我們整個台灣經濟最要追求的 就是我們在說 我們的商業要有辦法提升 要有辦法賺到那麼多錢 所以你如果想要用這個方向去走 你參加的先進國家 不管是美國 不管是過去 大家有一些正義的 日本 日本他的那個 和人的外社的問題 這也是我們台灣最關心的嘛 所以這你如果 有辦法好好去整理出來 看對我們台灣 對我們的商業 可以有很好的幫助 說給人民了解 跟人民說 這些東西如果進來 其實如果對我們台灣的影響 可能不是那麼大 要透過 溝通的這個方式 不斷去睡眠 讓人民了解 大家睡眠之後 我就已經說得很清楚 如果大家要反對 就不要再說 讓我們台灣整個都走不出 因為我們就一直想要走出 所以在這個 我們自己的店 也要站好 尤其我們現在 憲主席看起來 我們台灣跟美國 是我們剛才說的 最好的管理 這時候 但是也不知道 他說他要等什麼 我們一定要接受什麼 是 所以我們回國回來 討論說 美國跟中國 像是老大 我們還看到 就是上禮拜 我們也說到這個Pence 這個演講 他說到這個 中國的這個政策 其實兩拜說到 臺灣也回憑中國 用金錢做外國 我們剛才都說到 帝蘇這個邦告國 專向中國 美國的堅定 和臺灣站在會兒也堅定 臺灣是發明民主的這個政策 讓國際社會跟臺灣來用 跟臺灣來盜色聽 我們先來看Pence 怎麼說 美国副總統潘思 一直是在華富地口發表 維中政治演講 內容仍拜公的臺灣 不堅定表現 會跟臺灣站在會 典現六天太多 潘思也會了全國 批評中國過去幾年 透過金管外交 有數令華兩個國家 為生人代表專向性格白驚 並且正共對臺灣民主制度 是壓力度 後來國際社會跟臺灣交往 總統川普是美國歷史總統中 對中國臺多尊敬的人 更疑問中國欺負金管 不再簡單破壞了 晚上也強調 美國會繼續找到中國改善關係 臺灣外交部對Pence的堅定 臺灣是民主政策 也表達勝心的感謝 外交部誠摯感謝 美國政府不斷公開 為臺灣專業執言 並且以具體的行動 展現為臺海安全 跟區域和平的重視 不過中國外交媒體 環球細部 是以夏平回行潘思英港 正對說到中國補分 配平是老衛電港 跟今年英港一樣 另外還在臺灣香港 新興問題上 我感謝中國內政 夏平也點出 潘思英港 有為共和黨代算優評 藝術 各該度潘思 有電線 改善美中關係 相對積極的態度 記者綜合報導 這個美國副總統 Pence怎麼說的 我們有稍微做一個精力 我們先帶大家 做回來看看 我們有精力 就差不多六項 美中部以前的補分 還有他們偷取到的美國 遞災款這個補分 還有香港新興人權 議題 還有臺灣的軍事 還有中國軍事 國中也強調一中政策 我們繼續來看說 這個美中部以前 剛才也說到就是美國社會 希望中國可以變成 一個自由開放社會 淘汰美國的地費 財產權的補分 也是FBI起訴的補分 有一千多 這樣那麼多 捍衛台灣民主主義 剛才也說到 對臺灣軍事的補分 尤其他們看到中國軍事 很多南海的軍事補分 他們在國中 我們也是用到這個 One China policy這補分 來做這個營鋼這個重點 我們先來請教這個軍事的 這個補分 在南海 國中 還有其實很多次的美國軍藍 在臺灣海峽出現 也是可以到中國去補分 我們再來看說 美國副總統Pence 他在這個軍事補分 他所典現的 要把中國社會團結到什麼 我先簡單比較一下 Pence他今年這個營鋼 跟去年 簡單來看 他去年也是很壞 去年他在罵中國 政治 軍事 外交 經濟 還有文化 媒體 網路 這些都在吃美國的豆腐 頭體很多美國的技術 這軍事的發電 違法就在他附軍的 國家包含臺灣在內 所以去年也這麼壞 所以今年是大家在觀察 是說好像有稍微放鬆軟 為什麼會這樣 反應 放鬆軟有幾點 第一就是說 去年罵禁 他今年可能想說已經罵禁 不用再說一次了 就是說原來他不要聽 因為中國就不認可的改變 第二就是說 因為美中在目的 這個合併 可能有可能要簽 所以等於說這個時候 他也不希望說 因為賺到一次也太壞 破壞說可能說很久的 這個合併可能結成 所以這個原來是一個北京的原因 比較特別的是說 今年Pence 他在演講一開始 就說到這個土耳其 停火這個問題 蓄力的問題 為什麼本來這個演講 我們主要是針對中國 為什麼去講到這個 跟這個關係的事情 其實我在觀察 有一個重點是說 因為川普正前 他美軍要為他須利亞 踢軍 多次就在罵他 你敗牌你的盟友 因為庫德族 本來是跟美軍 本來是 關係很好 幫助美軍很多事情 你譬如說這次 他對這個IS的手腦 獵殺的過程 因為庫德族 給他很多情報 所以因為他說 他對美軍很多幫助 結果你現在川普 變成說棄外地 我要美軍要撤出 撤出之後 變成說土耳其 變成出兵 可以打庫德族 所以因為國際有這個疑問 會覺得說你美國 我跟你的關係更好 有一天可能你也會拍我 所以因為他說 他這個英國開始在說這件事 主要是在保證 說其實川普沒有背叛庫德族 因為說 因為美國也是 還有繼續去協調 其他的國家 包含這個俄羅斯 這些國家 土耳其這些國家 所以變成說 土耳其他現在停火了 不再去打庫德族 這是一個先說在前面 後面才會說 保證說其實你台灣和香港也不用擔憂 因為你們怎麼會擔憂說 好像川普背叛庫德族 後來有可能 再一天我也會背叛你 所以因為說有這個鋪陳 所以前面說就突然是這個問題 另外軍事的部分 因為去年也是很壞 今年有一些事情是稍微 不過他有多一些重點 就是去年 隔期今年發生的事情 譬如說在冬海 南海 他怎麼都說到 譬如說冬海的部分 因為這個中間 他的這個隔期是用 該風軍的軍艦出來巡邏 現在變成說他該用這個海徑巡 海徑巡跟他軍的軍艦 為什麼不一樣 海徑主要就是徑 就是跟我們的海巡 是 海巡他聽說 他來處理這個國際這個糾紛的時候 比較不會說軍對軍 只是正式就要修正 所以聽說變成一個民事的糾紛 所以譬如說跟美國 可能有可能開會的這個動作 冬海的部分聽說 他今年年紀錄六十天 都派他的海徑巡 去釣魚台再附軍 聽說日本對這個玩得很緊張 因為他一直來鑑讀 看他的準是怎麼走 南海的部分也是一樣 他也是派他的海徑巡 去對付美軍的軍艦 所以這個部分原來是新的發展 因為他說他的七顆島上頭已經 都有一些飛沿 都已經安在頭上 是要對美軍的軍艦 去年是因為美軍的軍艦 一台這個迪凱特號跟中間的 該軍艦的藍州號 什麼什麼都做 所以去年這個事情 到達的時候發生 所以十個的時候 彭斯迪這個哈德信雲 研究所的時候 一開始就說這件事 很慘的 就說美國絕對不會 所以這個中國 建國中國的態度是很強的 今年是因為這個貿易戰的氣氛之下 所以放比較軟 不過這件事也是休想 他也說一次 另外說他未來美軍在亞太 這個包含東海 南海 他的這個所謂自由航行 他會繼續做 不退入 所以這個部分原來是軍事 上頭他還共調了一部分 另外的部分就是說 他說他這個中間 透過這個網路去淘汰 這個軍事的基密 這個部分 他怎麼估計 就是說幾年 怎麼發生一件事 譬如說他透過這個網路去淘汰 美國海軍 海軍的飼料十萬筆 這些這麼多的飼料 這個個資都給他拿去 所以他怎麼 這個中間譴責 這個部分 網路的部分 他也是要注意 所以政體來說 就是說美中部分 就算現在沒有益的部分 有可能達成一個協議 不過這個軍事的部分 看起來是兩方面 我是覺得蕭衝 可能是有提高 因為這個軍事的部分 美軍也賺錢 中國又從外面走 特別他同時也說到 一帶一路的這個策略 他去 譬如說 先救錢給美國的國家 譬如說像斯里蘭卡 這個巴基斯坦這個國家 賺錢給他 這到他錢還沒出來 就說不然你的工口做給我 工口做給我 之後我來軍事化 我有幫助我的軍艦 要來這裡停 這個案子很多 所以彭斯文說很多 不只說在南海 印度洋 這個地方 現在沿著大西洋 他手就要穿下去 所以這個軍事擴張的動作 美國是很高興的 所以這個部分 他今年原來還建國 這個中國 說你下次不要繼續這樣 另外一部分就是說 原來台灣的部分 香港的部分 他原來替台灣 我們收聽 有證明什麼 因為他說 讓台灣跟香港 不要為到說 把軍事與中國 這間的關係 比較煩惱 所以這個軍事這個部分 其實這個也是在拚說 像是老大 比說 還有一次Pence 很強調 他就是要跟他軍事衝突 如果要修正的時候 我其實都是有準備 是 其實說回來 香港跟台灣的問題 在Pence裡面也有說到 其實在Jerry這個文章裡面 也有寫到說 美台的關係 雖然Stand with Hong Kong and Taiwan 但是裡面 過去這個鐵花條蕾之後 過去這個 環山中的五大訴求 有一個是不可以 來改造這個妥協 是 就是這個想進破算的部分 其實四項這個Pence 表達很明顯 可以 當然 但是有一個部分 它就是不能蓋 如果蓋起來 就是說 中國的說 你感謝我的內證 是 因為我們在看這個講稿 我們都會設身處理 我今天 如果是這個承辦的官員 替Pence在寫這個講稿 我有什麼字眼 我會非常寫理 譬如說 它說到香港這個部分 它是說 它認為香港 香港是要有這個Liberty 它不是用民主 Democracy Democracy這個禮 所以它認為說 香港可以有自由 但是它並沒有標明說 香港應該要有民主這個東西 是 所以香港這五大訴求 其實第五條是雙針普選 你在這個政教裡面 你並沒有看到這個彭斯 對這個五大訴求 有聯合的這個背書 他說 他並沒有這樣說 但是這五大訴求 除了第五條是雙針普選 以外 以及它這四條 第一條撤回條例 它已經撤回了 另外三條他說 他在這個政教裡面 它有強調 說香港這個反送中 這個抗爭 是和平的 是非暴力的 他意思就是 向中國政府 不是說 所有讓你 因為這個反送中抗爭 去關起來的這些人 你應該要把它放出來 因為他們是和平的 所以我覺得 他說他是用這種非常 我們說delecate 非常謹慎的方式 去endorse 其他那四大訴求 但是第五條 我看起來 他並沒有聯合的背書 還說到這個整個講稿 其實非常觸味 我覺得說 他只有回答一個問題 他說 他有一個問題是說 美國問中國 你到底是要繼續做老二 還是要取代美國做老大 他就是要向中國問這個問題 他已經有一個答案 他說 你只能選前者 你只能做老二 我可以讓你做非常非常強大的老二 但是你不可能去取代美國成為老大 他就是在說這個事情 所以在整個演講 一開始的時候 這個地點是在這個威爾遜中心 這個地點其實有一個故事 美國的這個威爾遜總統 他其實是在一次世界大戰之後 帶領整個美國去走向國際聯盟 所以後來威爾遜總統 因為國際聯盟的東西 去拿到這個諾貝爾和平獎 所以他是表達說 美國要扮演全世界的領導者的一個角色 所以麥克勤他挑戰這個地方 來做這個演講 他意思就是說 現在大家都創了 我們要跟威爾遜總統一樣 我們要扮演這個角色 所以其實我覺得說 他是非常有這個意涵 在這邊 這個部分 我們看臺灣有很多分析這個講稿 都比較沒有去講到這個部分 對這個算人這個位置 就代表他這個藝術 其實我們要看中國對Pence的演講 這個回應 這個王毅就說他派胡言 華春瑩也說 叫美國人好好照顧 認真自己這個問題 關好自己的事情 謂大放訣詞 繼續其實他們這個環球四部 這個中央電視台 也是一樣在賣這個Pence 一樣要再想到 用到想 其實我們這樣看起來 一樣這個問題 中國又氣噗噗了 但是很多人在這個中國這個媒體 他們就說王毅說得很讚 他說他派胡言 他說這個外交部 這個對應是很好 要怎麼去看這個中國的內部 他們的這個情書 看這個Pence的演講 他們怎麼回應怎麼看 我們先回到這個Pence 他在講的時候 一開始有一個檢队 這個檢队有很多人有注意到 就是說美國現在已經放棄 過去利用經濟 可以改變中國的內部 讓他變成一個民主的國家 他說他現在放棄這個 這個他就算說 在現在開始就是說 看見中國就是他 美國現在最大的威脅 這句話有人在討論 就是說這可以說做 你可以動作說是中美的關係 進入到新一個時代的冷戰的開始 這個就是這個圍道 過期冷戰那個時候 這個圍道的政策 可以說更清楚的確認 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說中共內部的這個反應 我相信就是說在這個關係裡面 不是真的重點 現在重點的地方就是說 這個中共他們的反應 無關他怎麼反應 美國已經決定這樣做了 所以他才會這樣說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在這個情形之下 從做出來的一個空間 就是說過期中美在發展 他們關係的時候 其實美國開放開放很多空間 為了經濟上來影響到中國 開放很多經濟機會 現在這些機會 可以說一個一個都打起來 而且你可以了解說在未來 除了這個貿易 還會想說科技 其他的方便 算說都會到達 算說這會怎麼困難 過去很多中國出來的人 大陸的移民 可能會遇到困難 這時候其實有一個很大的空間 其實是對台灣來說 其實是可以我們認真考慮 這個空間是不是台灣 可以採取什麼行動 中國的本身 中國的 美國如果採取這樣的行為 以後是不是在中國裡面 可以形成說他內部的怎麼困難 這現在已經不是重點 但是我們說回來 其實這個這樣中性 其實對這個 我們現在說 說中國內部的管理的困難 其實有可能會增加 因為這個標示說 繼續欠管 這個就欠管 標示說你現在這個 習近平你現在的政策 其實是剛才有困難 是 這個時候是不是有其他的社會 覺得說這個政策怕不下去了 你其實不適合又繼續這樣政策 但是拖了兩年 這時候這個 官方媒體 未來可能還可以回憶之後 還可以這個內容公佈 也是因為這個暗算的這個地方 可能也是這個習近平內部 其實是來慶管 我們先看這個新聞報道 因為中間總書記是近平以下兩百零三名 中央委員 以及另外一百七十二名 中央候補委員 日未開始 會在北京學院閒開四間會 這是中間第十九代的中央委員 就今以來第四間的全體會期 中央委員會的節目 除了上庭省選出黨的總書記 頂頂 和中相位以及中央委員 交的身份 也會決定當中央 軍事委員會委員 雖然表明上的執政沒有包括 決定重要的政府人數 但是以中間所謂民主集中 有動機會一起的分析 所以重要的人數 有關有可能在這個中央委員會議 上面給人拿出來討論 日本HK電視台報道計算 最近中間面對的最大問題 包括和美國的母語求婚 以及香港修訂 都和條例引發的空間 這兩項都合作為 還在加上中國經濟的行動 繼續慢慢 放棄在這次數中全會議庭的庫定性監管 不過就剛才報道 因為中央委員會會議期間 相關的內容都是各地保密 除了議會議員 只要讓人關係比不可以外出 所有議庭和結論都要等到三十一 會議結束之後 才由官方媒體的生活者 統一發佈 記者總共報導 其實這個內部的壓力 也包含到國內的經濟 跟國際這個母親的問題 我們整理到四點 國內的經濟 就是他們的GDP滴滴下降 國際母親 我們剛才說的就是美中 母親的問題 也有香港的問題 跟他們高層 投資的問題 我們要繼續來請教 這個經濟放煩 放慢的 也是這個習近平 這個內部的壓力就對了 教授 對 這個中國經濟 目前經濟比較看起來 在要不要美國參 中國有這個母親 在那時候就已經開始放了 放慢下來 這個放慢下來 它刷牌 它就是影響到 主要因裡面 我們剛才也有說到 就是整個勞動成本的警戒 整個行善的成本的警戒 這些青春已經算算 算成本不好了 所以他們開始要往外面刷 刷到外面 刷到一些冬冬的國家 但是現在他在面對美國參 中國的目擊衝突的時候 其實中國要很注意 就是說現在雖然說 因為他在談判 但是現在談判 就是說官署不要繼續撐起來 因為你撐起來我真的賺不住 但是我要說的是說 他現在你還沒說 你縱使讓你說到 你不要繼續撐起來 但是現在已經很高了 很多青春 就是說你如果在中國的青春 你敢相信說 川普這個人 他就說官署到這裡 不要繼續撐起來 你可能會煩熱 所以對青春來說 最大的 想要繼續撐出來 就是這個不確定 你如果不確定 想越高的時候 青春越越想要往外面刷 譬如說我們看到 刷回來的台灣 也有刷地盤也要到國外去 一個最重要的 大家要注意的就是說 中國的經濟在慢下來 和加上這個無益 中國經濟在生長最大的原因是什麼 最大的原因就是無益 透過這個無益 會讓我們國內的青山部門 有一些食堂的作 我們可以開始有一些食堂的作 有一些理存堂的本來的時候 我們裡面的酒業比較好 我們的人民比較可以過得不錯 你如果無益前繼續打下去 這個青春一定開始刷廣外面去 所以中國的經濟會如何 會繼續下去 如果繼續下去的時候 我們內部 譬如說中國內部自己的需求 會慢慢減少 為什麼需求會減少 因為我的所得不贏了 因為我四個月的人會慢慢增加 所以對中國經濟的經濟 這個避陷性的越來越大 和加上香港最近發生的事情 整個金融一定會出問題 我如果在一個地方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想想 你敢不把錢放在一個 越來越動輪的地方 絕對不會啦 你一定會煩惱的 竟然不用說這些錢很多這些外省 因為一定是 比我們大家都覺得很均勢 所以對香港 他整個金融開始出問題 中國自己本身的經濟 跟不住的時候 你想中國的危機是不是會越來越大 所以這個是習政權 習大大他這個進款這個危機 想要我們請Jerry來做一個 這個經濟的評論 從台北Act跟這個PANCE的演講 還看到這個習近平內部的惡禮 雖然老大 我覺得這個答案非常清楚 美國就是在跟中國說 老大聲鼓 他說 所以你看這個Mike Ponce 這演講 他是競在四中全會競爭的法部 他就是挑戰要跟他施壓說 他四中全會裡面有很多 習近平的政敵 會跟他施壓說 我們整個中國 在你的領導之下 覺得美國在打好勝利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PANCE這個演講是在施壓 不要忘記說 現在在智力有這個APEC的年會 所以川普有一個時辰表的阿林 他是希望說 可以在APEC的年會 跟中國去達成這個美中目的戰 這個第一階段的協議 他最愛在野是跟農業有關的東西 所以我目前看起來是這樣 我覺得習近平應該在四中全會 來得非常難看 所以他整個議程都沒有對我去公開 連CCTV都是這個主播跟你講 川普都沒有 會議內容都沒有公開 是 所以我覺得說 現在川普是非常強勢 是 不過面對到這個美國的強勢 川普可能會面對到什麼問題 我們最好請教授 這個目前到底川普 他是不是有辦法保持他現在的這個 中間壓力的政策 這真難說 他選幾次要搞 一般或是不一定會覺得說 他會繼續用這樣的方式 可能到最終的時候要選幾次 可能會在到一個協議 在協議之前是不是太多會改變 而且川普本身這個總統 他算在美國的政權來說 就是說他的政權 不確定是親關 所以算說到目前為止 可以說破壞到過去 美國當時的外交政權 當然算說有好處有賣處 就是說就是因為 他有這個這樣破壞力 所以他才有法度說 現在要對中共的時候 他有法度說要敢這樣做 就是要這樣做 讓你很清楚的這個順序 所以這個政權 還算說不說很確定 他的作風的這個政權 所以我們看 我們說習近平有這個政權 這個壓力 其實川普也是面對到 他這個國內 尤其他要選舉 所以國內也是對他 有做出淡薄的這個政權 但是對台灣來說 我們怎麼看起來 我們剛才一開始時刻也說 美國跟台灣建立這個 這個等高四十二年 但是這時候是台灣最好的時期 台灣可以在這裡打到什麼位 真的站好 如果坐在這個談判 我們也不能輸人 跟你們立場站好 今天非常感謝 希望來賓 最後來討論 感謝 tech 記 對 剛才 都是 тех 就是 中文字幕——YK